1. 太陽 龍淫大地 中國外宣院內政 2015年9月4日自由港 A 32龍淫大地等核問美國的中國通審大委早前在外交事務 發表了中國院實力攻勢尋求尊重一文 認為中國在對外的院實力攻勢上投入巨大 但修效甚微 只願實力攻勢不能一廂情願 審文的看法值得內地有關方面思索 但文章基調則是對中國的遠實力攻勢中國稱外宣持否定態度 審大委對中國外宣存在的偏見 至少在兩個地方表現出來 一是如中文編者或譯者所言 審未將中國正常開展的公共外交 國際間合作與政治外宣加以必要區分 二是審對中國的外宣工作作了過於意識形態化的詮釋 持平而論 每個國家的外宣說公共外交多少都帶有意識形態成份 審的問題在於 從中國外宣的手段和效果來質疑其目的或意圖 把中國正常開展的公共外交 國際間合作與政治外宣運同一起 認為都是服從意識形態的需要 這就使得審誇大了中國外宣的意識形態功能 用了攻勢一次來形容中國遠實力的對外推廣和傳播 並以效果不佳宣布中國對外推廣意識形態努力的受挫 再者因 尋沒有區分一個國家特別是掘起大國尋求抗大話與權和國際社會 認可與尊重的正常需求 與有意識推廣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差別 儘管審在文章的標題上提到了者點尋求尊重 簡單地說 中國發動遠實力攻勢基於以下考量 其一 希望其發展經驗能成為恒之有效的發展模式 為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效仿 解決發展道路的問題 就此而言 但有意識形態目的 即以中國模式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至少在發展經濟上的優越性 其二 就是沈大偉提到的尋求尊重 因為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經濟硬實力的作用已體現 但文化遠實力還是遠立 中國真實的國際地位並未得到和經濟一樣的比例提高 所以加強遠實力建設有助提高中國的壞語權 人權不佳抵消效果中國對遠實力建設有自己的理解 把他看成宣傳 所以定義為大外宣 基使宣傳 不管如何改變手法 必會保留中共宣傳的一聲內在本質 何況很多時橫視用國內宣傳的一套手法向外宣傳 無疑會削弱遠實力推廣的效果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 國內的人權狀況及對內政的處理方式抵消了外宣效果 故意要使外宣起到作用 必須改善國內人權狀況和施政方式 真正做到以人為本 正在一種旁邊 正在一種旁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